哈喽大家好,我是JM King 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记得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Cherry Malaysia确认在Shar Alam建设 新工厂和右驾研发中心 未来会有更多新车登陆我国 虽然去年才正式进军我国 但是目前Cherry Malaysia在本地 已经有贩售Tiggo 8 Pro 以及Omoda 5和Omoda E5三款车 而这些车款目前都是采用 CKD的方式在我国贩售 不过奇瑞在本地的目标 不仅是CKD而已 他们还打算在本地建设工厂 以更好经营大马市场 毕竟除了上述这三款车以外 未来奇瑞旗下还会有截图 以及J.COO等等品牌引进 加上Cherry Malaysia还有Omoda 9 Tiggo 7 Pro以及Tiggo 4 Pro 或者是5X等已经确定引进 或潜在车型 因此目前的工厂残能已经不服使用 所以新工厂计划势在必行 根据我们和Cherry Malaysia了解 目前原厂新工厂的地址 已经选定在Shar Alam 同时原厂也会在本地设立 右驾车型研发基地 为的就是满足亚洲太平洋的右驾市场 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澳洲等等的需求 随着Cherry Malaysia大动作在本地设厂 据悉他们的销售目标是要冲击大马前三 也就是打算超越Honda和Toyota 不过以目前的趋势来看 今年要冲击前五 也就是超越Mazda和Mitsubishi 应该是有希望的 但是要超越日系双田 意味着年销量需要达到8万辆以上 你们觉得Cherry Malaysia做得到吗? 第二则新闻 Toyota GR Camry正在开发中 将搭载2.4L电机 最大马力超过335hp Camry定位虽然是家庭车 但是这款车始终逃不过Gazoo Racing部门的摧残 今日国外媒体报道 Toyota GR Camry战车目前正在开发中 新车有望采用了2.4L的涡轮引擎 加电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335hp 不过暂时还不知道新车什么时候会登场 最近根据澳洲媒体Drive的报道 原厂正在开发一款性能版的Camry车型 事实上在2017年Camry使用TNGA平台之后 除了原本的舒适度获得保留之外 操控表现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如果真的有性能版出现的话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根据消息指出 这个可能被称为GR Camry的运动车型 将会采用和Crown Crossover一样的 2.4L涡轮增压引擎加电机 匹配六速自排变速箱 最大马力超过335hp 并且可能会有E4涡轮驱动系统加入 操控表现更强 另外除了运动版的Camry之外 Toyota还会开发纯电动版本的Camry车型 据悉电动版Camry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北美最好卖的纯电Sedan Model 3 不过目前并没有关于这款车的详细信息 但是考虑到目前的Camry在北美售价从28,855美元起跳 而Model 3则是从40,630美元起跳 因此相信电动版的Camry只要在价格部分合理 销量应该会不错 第三则新闻 日本第一家德尔大集团2024财年利润大涨 营收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 德尔大近日公布了2024财年 也就是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财报 其中得益于日元贬值及混动车型大卖 让他们的营收达到53529亿日元 不仅成功突破历史新高 也让他们成为首家营收突破5万亿日元的日本企业 除了营收大涨之外 他们2024财年的净利润也达到50714亿日元 这个数据同比2023财年大涨了103.4% 已经是直接翻倍有余了 那他们的营收能够创历史新高 主要得益于旗下车款的畅销 在整个2024财年 他们就成功破纪录在全球售出1109万辆新车 而其中混动车型在市场上的需求提升也是一大助力 当看数据原厂旗下的电气化车型 包括HEV、PHEV、VEV及FCEV 在2024财年的销量从2023财年的2849,000辆提升至3855,000辆 同比增加了1006,000辆 而且电气化车型在总销量中的占比也从29.6%提高至37.4% 显示出市场对于电气化车型的需求提升 另外再加上日元贬值也是集团营收能够破纪录的因素之一 最后不得不说作为汽车行业的龙头 丰田集团近几年来的势头真的非常强盛 这里预祝他们在2025财年也能够延续出色表现 继续为市场带来更多更有竞争力的车款吧 第四则新闻 中国领跑汽车即将进军我国 有望在本月大马车展上正式亮相 随着Celantis早前宣布会在我国推出来自中国的领跑汽车 攻打本地更入门的市场后 近日Malaysia Auto Show的主办方就释出消息 领跑汽车今年也会参展 因此相信这个新品牌很可能在车展上正式亮相 领跑汽车品牌是在2015年正式与中国至江诞生 并且在2017年发布其首款车型 目前领跑汽车除了纯电动汽车BEV之外 也拥有真城式技术REEV 属于中国造车新势力中少有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 而他们旗下目前在中国拥有五款车型 分别是定位微型电动车的领跑T03 定位轿车的领跑C01 定位SUV的领跑C10 领跑C11 及领跑C16 而且出色表现也引起了Volkswagen及Celantis 这两家国际汽车巨头的注意 其中Volkswagen打算购买领跑汽车的平台打造电动车 而Celantis更是大手一挥 购入领跑汽车20%的股份 这也就是为什么领跑汽车在大马的业务会交由Celantis负责 毕竟双方之前共同成立了领跑国际汽车公司 这家公司主要就是交由Celantis负责其海外业务 同时得益于Celantis在Gurin拥有自家工厂 因此未来领跑汽车旗下车款 要在我国进行CKD本地组装工作 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最后目前我们暂时不知道 领跑汽车会在我国投放哪一款车 不过考虑到目前我国政府有为电动车提供免税政策 因此相信原厂可能会先专注于纯电动车款上 至于真城市可能就是留到之后 不知道大家期待哪一款领跑汽车先来到大马呢 第五则新闻 Volkswagen计划把大马打造成出口基地 未来更多新车将在我国推出及组装 根据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engu Zafru 近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释出的消息 经过他和Volkswagen Group Malaysia的高层开会后 他们在会中就有向他透露 计划把我国打造成他们的汽车出口基地 而除了现行已经在我国贩售的车款之外 他们还计划在我国推出以及生产更多旗下车款 其中也包括了他们旗下的纯电动车款 那Volkswagen是大马少数全系车型 均在我国CKD本地组装的汽车厂商之一 目前旗下的Golf 也包括了Golf GTI和即将发布的CKD Gov R T1 Allspace Arteon及Torre 都在位于彭亨州北干的工厂CKD本地组装 并且大马组装的Golf R和Torre 也是原厂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欧洲之外的唯一产地 显示出原厂对于大马制造有着十足的信心 另外虽然现在VPCM在我国还没有开始销售电动车 并且我们暂时也不知道 未来原厂会在我国投放哪一款纯电车型 过去其实他们早在2022年 就已经在我国展出了旗下的ID4 而目前他们家的纯电动ID系列车款 涵盖了ID3 ID5 ID6 ID7 及ID8 数款车型 可说是全球最积极发展电动化的传统汽车制造商之一 最后随着Volkswagen要把我国发展成出口基地 相信他们会更积极投资位于Burkan的工厂 而更多的投资能够为我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及经济发展 同时积极在我国投资 也能让原厂在我国取得更出色的表现 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还有分享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Tiktok小红书 我是JM Ki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